這個單元我們討論 n 乘以 n n 階矩陣的行列式 首先我們先定義一個 降階的一個形式 對一個普通的 n 乘以 n 這樣的一個矩陣 如果我們任選 某一 恆列 以及某一直行 比如說我們這邊選的是第ij這一項 然後把第i一個行列删掉 第j一個直行也删掉 然後剩下留下來的這幾項 左上角 右上角 左下角 右下角 然後把這四個部分按照原來的順序排好 左上角 右上角 左下角 右下角 這幾個 變成一個新的矩陣 那原來是一個n乘以n的矩陣現在變成n-1 乘以n-1 這個新的矩陣 那這個矩陣呢我們把它命名叫一樣是大A 然後下面下標寫個IJ 那意思就是把第IJ項為主 也就是刪掉第I一個橫列 以及第J一個直行之後所形成的一個 n-1乘上n-1 這個矩陣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要算 A22 那就是把A22這個為主刪掉第2個橫列 第2個直行 然後 左上角 右上角 左下角 右下角 好這四個部分 把它排好 然後排在這裡 那這變成一個 n-1乘上n-1的 矩陣 那這矩陣我們就叫做A22 同樣的如果我們針對第I個橫列 然後我們選擇第1項 第AIE這一項 然後做 刪除 這個動作 那剩下留下來的 這個 數據以及這個數據 我們就可以組成 大A I E 這一個 n乘以1乘上n乘以1的矩陣 同理如果選擇第2個 然後把第2個直行 同樣這個第I個橫列刪除掉 然後我們就留下 其他的這幾個 數字 這排完之後就可以寫出 所謂的 大A I2 這一個 n-1乘上n-1的矩陣 以此類推第3項 那就是第3個直行 以及第 I個橫列刪除掉之後 那剩下留下來的 這4個 方面的矩陣 那我們可以寫出大A I3 這一個n-1乘上n-1的矩陣 一直到最後一項 第 I N項 那我們要刪除掉 第I個橫列 以及最後第N個直行 然後最後留下來是上面這一部分跟下面這一部分 所合成的一個 n-1乘上n-1的矩陣就是 大A的 第I N項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邊總共有n個n-1乘上n-1的 矩陣 再來我們就把這 n個n-1乘上n-1的矩陣分別算他的 行列式 算出他們的行列式 然後在前面分別乘上對應的 Ai1 Ai2 Ai3 一直到 AiN 所以 Ai1 Ai2 Ai3 點點點一直到 AiN 最後 在他的前面再多一項 乘上-1的 i加j次方 這邊就是 i加1 就是表示是第i一個橫列第1個直行 那後面這是-1的 i加2 所以是第i一個橫列第2個直行 第三項是-1的 i加3次方 以及最後一項是-1的 i加n次方 然後把這幾項加在一起 那這個就是 原來的這個 A這個矩陣的行列式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就是 原來這個矩陣的行列式 剛才的公式我們整理一下就是 對於任一個n乘以n的矩陣 他的行列式 等於 更選一個 恆列 之後去刪除掉 某一個恆列跟某一個直行 所形成的一個 n-1乘上n-1的行列式 就是第1個 大Ai1的行列式 大Ai2的行列式 大Ai3的行列式 點點點到大AiN的行列式 然後前面乘上對應的這個 Ai1 Ai2 Ai3 一直到AiN 這些係數 最後在前面乘上 -1的i加1次方 -1的i加2次方 -1的i加3次方 一直到最後 -1的i加n次方 這些把它加在一起 就是 這個n接矩陣的行列式 那這個公式告訴我們 原來我們是一個n接的 矩陣去算他的行列式 我們可以拆解成n個 n-1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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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-1接的 矩陣的行列式 做 相加的結果 舉例來說 如果我們現在做的是 第1個 恆列 分別是 Ai1 Ai2 Ai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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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針對這幾個元素 所找出來的 直矩陣 就是 Ai1 Ai1 Ai2 Ai3 Ai1 N 然後去取他們的 行列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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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再乘上他前面對應的 Ai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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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i2 Ai1 Ai3 Ai1 N 那把這些 在乘上對應的 這是 正的 負的 正的 負的 正的 以及負 1的 1加N 次方 那這個就是 原來這個 A這個 N 接的這個矩陣的行列式 Ai2